我居在三坪不到的房間 流浪博序 林紅仁 每月靠大零工賺取的5000元度日 做那些我們不想要做的工作 去壓迫到我們的時間 學了卻不能俱用 為了解決流浪博序的問題 科技部宣布 三年內將培訓1000名博序 實習期間每個月薪資6萬元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就是起薪大概都2萬出 3萬出 博士生已經越來越多 我已經不值錢了 6萬還是要再看狀況 民眾多不看好 科技部利用前瞻金屬建設12億的預算 針對博士辦理一年在職培訓 並到業界實習 產學合作提高競爭力 卻被質疑錢不是花在刀口上 各種各樣阿里布達的學校 產生一大堆阿里布達的博士 然後我在後面進行補貼的話 坦白講都沒有用 根據統計 每年約有4000名博士生畢業 其中8成在大學內任職 但是各校每年大約只釋出800個教職 10年後的流浪博士 可能超越流浪教師 研究室還在增加 但是他卻大幅縮減 聘任專任教師的員額 目前業界給予到 高階研發人力的薪資 對於他們來講 可能還未必有足夠的吸引力 你不做源頭控管 你根本沒辦法控制 扶爛的博士跟扶爛的學位 流入市場之後 反而把整個市場降低標準跟降低薪資 同樣的錢 你寧願拿去培育更多厲害的碩士 更多厲害的技職教育體系的人 博士光猛暗淡 專家呼籲要從源頭控管人數 才能打破高學歷 無處發揮的窘境 東森財經新聞 麗麗黃福祥 台北報導